大家好,我是佳萍 今天挑戰第二次的高階協家 那今天我最想感謝的是 兩位陪我一起遊戲的夥伴 還有冠軍跟蘇伊姐 那最主要就是自己的 階段性目標不夠明確 代表不清楚自己的目標為何 然後第二點,我想告訴自己 要想辦法在這關活得更久一點 那有幾次世界人 我想拿出來討論像3-2 他手機支付40 不過仲介費就扣了4500 其實我沒有想太多 其實我應該考慮得多一點 因為在你主要失業前 他是沒有辦法變現的 那你這樣子一買下來 其實你就是在等市場上機會出現 才有辦法脫手 不然他在你危急之下 這個房產他也救不了你 那再來就是 我跟冠軍哥買了兼職辦公室 那我是覺得 階段性的目標吧 可能自己太早了 為什麼我會覺得我被騙呢 就是我太依賴冠軍哥給我的感覺 就是那很安全 然後對他 他為於信任 我就陷進去情感裡頭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 他講的天花亂走 好像還不錯喔 好像真的喔 快發生了喔 然後就買了 真的 我被騙了其實 我沒有想太多 我也沒有去找到 不過這是我反射性的關係的話語 那我向理性的來看一下 就是 交易市場都是你情我願的 那你為什麼要買 因為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 他是好的啊 我以前玩過他 那個 市場公園起來 他是真的可以增加現金流 這是好東西 然後他有可能賣更高價格 造成我的目標不見 跟市場跑掉 因為我覺得 過去他讓我成功 他今天應該也不例外 可是 你要分清楚 在哪一個 時階段 擁有他是最正確的 那 我就要想 把我被騙了 這背後的事情 先理一下 我把下定決定 的責任 丟給了別人 我會去認為 去怪罪 他怎麼這樣對我 如果結果是不好的 好比以前 做過傳之交 當自己做不好 賺不到錢 就會去想一些 有微博 因為你沒錢 你一定會去想微博 為什麼為什麼 那 你發現到自己 已經不知道自己 發生什麼 錯 錯過了 你就會去怪罪點上線 怎麼跟他講的不一樣 為什麼他會把爛攤子丟給我 你會去 依賴朋友的決定 我會去覺得 去猜想 他應該是決定好 想清楚 覺得這是很棒的機會 他才會結果 大家都是好朋友好麻吉 不會互相陷害 來陷害去 那 那 當我相信 這件事也是可以做的時候 那 也有了自己的夥伴 那 可是你發現你的夥伴也賺不到錢 那自己會 萌生意主 愧疚 跟自責 會心虛 為什麼我幫不了他 我是不是在騙他 其實 我會去 想 他 能不能賺到錢 他應該也算是我的責任吧 可是其實 白痴黑是寫下去了 他就應該對這個決定做負責 大家都應該為共同目標努力 而不是你要去扛他這人 他要去扛你這人 這樣子感情因素太多了 我想 我覺得我以前 在做這個 絕對都是感情在做事 所以 會有這種 不好的回憶 甚至是不願與人分享 因為我覺得 好像蠻丟臉的 大家都不會做錯事 我就捅了一個樓子 阿帆這種事情 搞得大家覺得 你看他還不是最後回來了 會選在意別人的眼光 那 影響最深的大概是我老媽吧 我家 我爸其實他很樂天 他其實不太會去批評 動PPC 不會去說好 他就是每天過一天 那 每當 像我媽看到自己的兒子 做不好 做不起來 受傷了 去做喘息交 他就會想到去念別人 去念你家最好的朋友 你看哪 這是什麼最好的朋友 他為什麼要找你去做這種東西 來來來來 電話給我打去跟他爸媽講 他會想要去找人家 理論 為什麼你要騙我兒子 為什麼他要這樣 那 也時不時的回家 他就會 在家裡 就是說一些 負面的情緒的事 也 就是 出屋子類 我上班還要住家 還是大家都不做 全都 只剩下我要做 我看這個家沒有我 看你們要怎麼辦 久而久之 也不以為難 但我相信 這些習慣跟話語 絕對都烙印在我的腦海裡 所以其實 我可能沒有思索過這些事情 可是我做的決定 也會覺得說 奇怪 為什麼我被騙 為什麼他要那樣 這人怎麼這樣 就遵循了你的慣性 去找到那種感覺 就會去這樣子 理所當然也覺得是這樣 好像全世界 都是人家的問題 自己的問題 那我覺得 每個決定背後 都應該自己承擔 風險與責任 那再往後對於 發生這件事情 你要心中感激 甚至你要正面思考 要去除這些負面的字眼 對 這是今天讓我發現 要警惕自己的事情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